火光 幫忙 其實我也是拿 就是拿來做一個 妳不能穿那衣 不行不行 可以啦 沒有啦 會用別的方法 就是 之前也是我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他就是在打電動的時候 然後我就很想要試試看 他到底愛不愛我 對 所以我也是從後面抱他 然後請他說 BB我今天特別喜歡你 他果然馬上把電動關掉了 他一關掉之後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想要回家 我就回家了 但我覺得我已經打到很暴力了 可是妳這招只能用一次嗎 對啊 因為他其他次就會發現被騙 我就得發明新的遊戲 遊戲 好恐怖 那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這個要各位請教 就請妳們教教我們這些男人 就是 當然就是教教我們這些男人 聽不懂你們這些暗示的男人 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才會成為你們心目中好男人 就是直接做他想要的事情 就不要跟你們就對了 不是不是就是直接不管你 你不要出去 那我們還是出去 你要出去 我們也出去 就是為你們做一些事情 是不是 對 比如說那如果說我要出去 要為你做什麼事情 才能出去 啊我懂了 先教功課 什麼功課 來來來來 進房間來來來 不是 我剛以為你放心了 放心了好累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合乎常理判斷的 比方說 半夜三點你突然跟我說 你要出門 然後我就會說 喔好啊 可是誰三點會讓自己的男朋友 跑到外面亂晃 男朋友很少在做感思的 就是我只是打個比方 是 對就是合乎常理來看 常理判斷沒有人會讓自己的男朋友 半夜三點跑到外面吧 所以就不要問這種愚蠢的問題 OK 那一個就是說不要囉嗦做就對了 所以說當我們覺得說 那還是 你這個答案是廢話嘛 因為我們就是猜不透 我們才不知道要做什麼啊 所以就是要順著女生心裡面想的做啊 順著那個合理的去選擇是或否 對 要或不要 對 誰知道 要跟這還是很困擾 誰知道什麼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要不要在一起隨便啊 這樣就好 就出門了 如果是已經交往的人的話 我覺得 吵架的時候 他講的話 就應該要記得 就是吵架的時候 因為那個女生 跟你們吵架很久 吵架版舊障啊 對啊 我們應該記得舊障感 但是就是表示他很 他很care那件事情 喔 然後你到現在還是沒有 改過來 然後這樣一直吵一直吵到 最後就分手了 是 所以就是吵架的時候 他講了什麼應該要仔細聽 我覺得 好 因為平常都講反話 只有吵架的時候不講反話 可是應該是為了什麼事 而吵架要記得 而不是吵架中間的話要記得 對 你這樣我們很好做耶 因為你們吵架 你出去 你沒事吵架 嘿嘿嘿 對 我就記得那一句 對 那你有什麼意見給我們 我覺得是肢體的痛處耶 就 如果是說 我要講 他已經知道我要講反話 就像 康哥說你要出去 那如果你還跟我說 我真的很想出去耶 然後你就抱我一下 我可能就會說 好啊好啊 我覺得可能就是那種 肢體的接觸對我來說很重要 男生要先哄女生 對 要會哄 然後撒嬌 對 讓你們開心的心花怒放了 我們想幹嘛就幹嘛 對 對 就中了 對 就中了 是這樣 真是很麻煩 其實我覺得 慢慢等 大方向來講就是 男女生在一起啊 其實沒有什麼規則耶 就是真的兩個人在一起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我們罩子放亮一點就對了 不是 要做什麼事情就是 就是有兩個人的立場去想 是 我們做什麼都是兩個人 因為兩個人在一起就是一個人了 對啦 就是各退0.5 0.5加0.5才是1嘛 在一起就是1嘛 對不對 最後 艾琳娜 艾琳娜6月5號 全省上映 是不是 是 這是一個非常好看的 然後這邊 這邊是呢 就是每個禮拜天呢 週五的晚上台是10點 然後呢 每週六呢 晚上10點 就是TVBS的歡樂台 是12台 這裏面的作品 大家都喜歡好不好 OK 謝謝 謝謝 謝謝